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运势单身者脱单有很大的希望 有较多的异性缘 双子座综合运势 今天如果有什么应酬活动 一定要注意饮酒适量 至于财运方面是一般般 花钱不要大手大脚 姐姐没家 单身者有机会遇到新对象 但容易陷入暧昧不清的状况中 关系不明朗 爱情运势恋情甜蜜 与另一半有更亲密的身体接触 巨蟹座综合运势单身者有机会遇到合适对象 恋爱约会不断 进展迅速 也是合约上三五之一到郊外游玩一番 解放束缚 放松心情 财运方面 对数字敏感 身边任何的赚钱商机 都逃不过你的手掌心 进账可观 爱情运势感情正在稳步上升 对方对你时时刻刻都那么在意 狮子座综合运势 今天对工作是完全没心思了 身边太多的玩乐机会了 周围的气氛都被你带动起来 但要注意别闹得太欢 以免明天起步来了 尤其是晚上别熬夜 在异性面前尽量不要太搅柔造作了 表现得大方一点 爱情运势有机会遇到心意对象 但要少装逼 真实一点 处女做综合运势 今天职场上要小心自己的言行 别给人捉到把顶 影响晋升 理财运欠佳 容易做出错误决定导致损失 爱情方面要注意分寸 不要表现得太强势了 强攻错失会适得其反 该温柔时就要温柔 爱情运势遇到合适的对象就要好好珍惜 不要作死 天正做综合运势 今天感情上会有些小误会小矛盾 幸好两人能够摊开来说 很快就和好 有些不稳定的情绪 遇到不顺的事情时候 要记得忍一忍 适合跟朋友出游 增进友情 身边还有许多人都很爱你 爱情运势感情是好是坏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 天蝎座综合运势 不要总是对身边的人指手画脚的 大家都有自尊心 多给点尊重对方吧 职场上个人能力不足 建议多点听听别人的意见才会有进步 人脉的广阔 有助于求财机会的增加 不妨多接触不同的人 爱情运势需要处理好与爱人之间的关系 多用点心去经营爱情 射手座综合运势 今天对你有好感的一星提出邀约 你也不妨积极一点 深入了解彼此 对方也许会是你的真爱哦 很多时候都会显得感伤 充满了感慨 容易影响别人的情绪 工作上偶尔会偷懒 不过能 够及时完成工作 爱情运势单身者会有相亲的机会 可以尝试了解一下 摩羯座综合运势 今天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多跟不同的人交流 工作压力会舒缓不少 中午的时候会感觉很无聊 想要找点事情做做 或是找人八卦一下 桃花数量较少 但也乐得清静 适合一个人静一静 爱情运势一兴助力强 年龄较大的人会比较适合你 水平做综合运势 今天人际关系状况不断 所作所为总是被误解 让你的心实在是很难受 收起你的傲慢 平易近人 一些关系会缓和许多 误会也会减少 会有爱情到来 但别得意忘形 有可能你还抓不住对方哦 需要多下点功夫 爱情运势 爱情来去如风 让你想抓抓不住 需要加把劲 双鱼座综合运势 爱人会是你的坏情绪垃圾桶 有什么都可以跟对方说 还会得到爱人的慰藉 事业 事业上 从事销售的人 口才了得 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收入增加 赚钱方面 一步步来 首先要找到好时机 爱情运势感情进展良好 能在对方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处理